我相信你们中间一定是很多很爱音乐的人才到我们中间来的 所以每一次讲圣有讲座的时候 我都有一个不同的感觉 就是圣有讲座参加的人唱的歌 比普通别的讲座唱的歌更好听一点点 因为来的人都是爱音乐的人 所以唱的就不太一样了 你刚才唱的很好听你知道吗 如果你不知道很有福气 因为你会很谦卑 如果你知道我感谢主 因为你欣赏了爱音乐的同工弟兄姐妹 一同高声歌唱的那种和谐的那种频率的那种程度 感谢上帝 我一进来的时候 我对这个礼拜堂有一点奇怪的感觉 为什么讲台上有个很大的差 好像说我讲的都错了 那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礼拜堂有差字在讲台上 如果是值得叫十字架 差的叫做错了 那我盼望今天不大讲错就是 因为这个提醒我不要乱讲 人家讲错了 第二这个礼拜堂是半哥德斯很漂亮的礼拜堂 还有很多呢 这个叫做stain glass 把耶稣的生平重要的事迹 都把它香化出来 还有五十分分 从外面的光透进来的时候 你好像在黑暗的心灵里面 看见上帝的荣耀进入你生命中间 但这个礼拜堂有一个我感到不够负责任的事情 就是有两根的铜棍一根断了 结果就用一个藤条代替歪歪的就是那边 这个是原装的 那个是装上去的 你看见吗 那一根比这根多长一些 而且跑过了界线 进到这个窗这里 那个是歪的 这个是直的 这个是铜的 那是藤条 我这样讲就告诉你 我一到一个地方 我是很敏感视线跟听脚的 一个礼拜堂好不好 你看的时候 有哪种视线 给你带来上帝荣耀跟人的责任的事情 你到一个礼拜堂里面 你马上发现 原来实际的人 在听脚 能听清楚好的道 听清楚好的应用 花了多少思考跟实际的功夫 这是近代实际师 跟近代建筑师 因为不敬畏上帝 已经慢慢从人类的文化中间 失去的东西 现在伟大的建筑师 只有在建筑音乐厅的时候 付上很大的代价 建筑礼拜堂的时候 已经把上帝跟讲上帝的道 所需要的音响这一方面的技术 跟用心把它抛出脑后 这是很可惜的 所以在印尼 有几间礼拜堂 都是超过一千人的 我自己设计 我不要交给工程师 因为今天很少找到 敬畏上帝 明白传道的传统 明白会众听就怎样 从听到好道理的感受 来敬拜上帝的这种心理 感谢观看